她是我要欧胖的旺旺 也是三年二班李子明同鞋的旺旺 究竟是谁童年的DNA动了我不说 这两个一出满满的童年记忆 上世纪90年代的旺旺比现在的AJ还超 如果你拿着一大包旺旺大礼包 那你就可以成为小区里最亮的仔 隔壁般的斑花小美都会对你暗送求播 可又有谁知道台商顶流旺旺的创始人蔡衍明 竟是一个败家少爷 他在40年前创立了旺旺 过程中有着曲折的创业史和辉煌的瞬间 那些埋藏的过去藏着旺旺这个帝国的兴衰 而属于旺旺的故事 要从蔡衍明败了一亿台币家产说起 旺旺的创始人蔡衍明家世显赫 曾祖父蔡文道 祖父蔡系集富蔡氏 既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巨家 祖父蔡系集成家业后把曾祖父产业做得更大 经营合园职场 开创蔡合园商号 到了蔡氏这一带 家族依旧鼎盛 蔡衍明出生时 蔡氏的大部分业务已转为专注经营利润丰厚的电影业 并开设了宜兰食品厂吉利都游泳池 生意日转斗金 蔡衍明的妈妈陈昭也是出身旺族 家族拥有像是大洋塑胶等老牌上市公司 陈昭嫁给蔡阿氏之后 当起贤内主 两人共育有两男六女 长女为蔡成江 蔡衍明是最小的儿子 蔡衍明从小就备受宠爱 被灌成了调皮小孩 不爱读书的他 逃课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还拥有一众小弟 他曾回忆 以前读书的时候 早上起来窗户打开 楼下的人都在排队等我逃课 因为我口袋里钱多啊 他还经常在爸爸开的影院里待一天 他的很多见识都来源于电影与街头经历 蔡衍明偏刻严重 高中联考时 数学拿到了接近120分的满分 但语文分数却异常拉胯 成绩不好脾气还绝 只因为与军训的教官起了争执 一生气干脆辍学了 就这样 19岁的蔡衍明来到了爸爸的宜兰食品厂 接管鱼罐头生意 何年还当上总经理 很快 他意识到加工鱼罐头生意 就是替别人打工 只会一直受制于人 于是就主动将宜兰食品改做内销 首先推出浪位鱿鱼丝 可当时他的总经理位置 完全是靠爸爸做上的 蔡衍明自己连账都看不懂 浪位鱿鱼丝卖出去了 却被人以赦账的形式进货的 结果赔了一亿多台币 蔡衍明因此落了个败家子的名声 最后还是靠爸爸妈妈 帮他把员工的钱补了 把债还了 除了爸爸妈妈外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恩人 他的宠物黑皮 在被无数人骂败家子 情绪最低落的那两年 蔡衍明不愿与他人交流 甚至还有过亲生的念头 黑皮成了他的唯一的朋友 黑皮好斗 还专门找比他大的狗斗 受伤了也越战越勇 蔡衍明从黑皮身上受到了鼓舞 慢慢振作 黑皮的形象 后来也成为旺旺集团的吉祥物 26岁时 蔡衍明发现台湾省稻米产量过剩 做米果生意很有潜力 他决定从米果入手 东山再起 为了把产品做好 他特意去日本 找上日本米果大厂 严种制果代工 并亲自找上严种公司的老板 颠记做拜师学艺 磨了两年 终于把对方打动 给了他严种公司的技术授权 有了技术 蔡衍明却为新产品的名字犯了仇 他到十八王宫庙拜拜 看到一犬塑像时浮现灵感 加上他 回忆起以前的宠物 便把狗叫声谐音 旺旺做米果与公司名 并设计出吉祥无旺仔 旺仔的设计 每个细节都有他的意义 蔡衍明不愧是营销鬼才 他很早就意识到 电视广告的传播力 他发现 台湾民俗文化丰富多元 每逢岁时节庆 都要举行各种祭典活动 数量多得惊人 他便将广告盯在了祭司这块 让大家用旺旺来祭拜鬼神和祖辈 旺旺先辈一战成名后 蔡衍明发现 由于先辈与先辈同音 有些企业认为不太吉利 便又陆续推出了血饼和其他产品 满足不同职业和工种的需要 成功将旺旺在台湾米果市场的占有率 达到了95% 迫使老牌食品大厂统一 与义美相继退出竞争 老一辈企业家的家国情怀的 寄鸟练就灵 食鱼私固园 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些东西固执存在 时间和距离都无法使它泯灭 因此成功逆袭的蔡衍明 开始把眼光看向内地 在选址时 蔡衍明放弃了条件更好的沿海地区 选择了当时交通并不方便的 湖南长沙市旺城县 选在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这里的稻米资源更为丰富 二是旺语旺谐音 1989年 他直接注册了旺旺商标 成为了第一个在内地注册的台湾厂商 1992年 蔡衍明正式在那里设厂 没想到生产了300多份订单后 他却遭到了经销商的刁难 对方要求收到货后再找款 蔡衍明不愿意坏了规矩 于是遭到经销商毁约 订单成了烫手山芸 在本地直接卖也卖不好 蔡衍明干脆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将这些产品免费送给广州 上海 长沙等地的中小学生试吃 当作广告宣传 结果不仅成功吸引了一大波回头客 还一举打响了旺旺在内地的知名度 1994年 包括康师傅在内超过100家的竞争者 纷纷推出米果饰品抢夺市场 蔡衍明用商敌100 资损800的割喉士战术 不仅推出新产品 还把米果的产品价格 从一公斤50元 打压至30元 远远低于自己的成本价 彻底把当地百家以上的竞争者 统统逼地退出市场 但也成功把旺旺在内地市场的占有率 一举拉到六成以上 配合着模信广告 旺旺成为很多人 童年不可少的回忆 比如帮妈妈买东西后 用剩下的五毛零钱买了旺旺鲜辈 两个小伙伴互相交换旺仔牛奶 和旺旺血饼增进友谊 旺仔QQ堂也是很多小朋友的挚爱 原来QQ堂在台湾省上市的时候 叫做婷婷堂 用的就是蔡旺亭名字的谐音 广告语中的那句 common baby 则是蔡旺亭小时候的口头禅 最好笑的是 这么模型的广告居然有续集 比如在看我初始版 李子民在看我传承版 这些模型又洗脑的广告 很多词都是蔡旺旺旺自己想到的 更模型的是 相隔十几年的广告不仅有传承 人物还会随着我们一起长大 比如李子民同学爱喝的旺仔牛奶 如今出现了同比放大的八升版 还有一个真传承冷知识 旺仔已经有娃了 孩子妈是浪尾仙 不知道这是哪位公子的脑洞 蔡衍明除了让旺旺在食品领域伸展拳脚外 还进入了传媒业 她接连买下中石集团 香港亚市 进军媒体娱乐事业 在康熙来了的片头动画中 就能看到旺仔的身影 她大量资金入股中石集团 却只带了自己的儿子入职 其他全是原来的媒体工作者 因为她觉得数业有专攻 由于中石集团报道的内容更为客观 她还被一些踢踢痛骂 这样她无法解释 她坚持自己没有把控舆论 只是在说事实 并且一再强调我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蔡衍明还创办了旺报 她说 我办媒体的出发点 就是要设法化解台湾人对大陆的误解 有极端分子聚重到中天电视台闹事 蔡衍明带头架起大喇叭 在电视台门口循环播放 大团结一定赢 相亲相爱一家人 2020年 中天新闻有线电视遭遇关台 蔡衍明和一众员工 站在一起哽咽地说道 我们做的事情 一定可以堂堂正正走出去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也是堂堂正正的台湾人 除了食品和传媒领域 旺旺还涉及了房产 在连云港 洛河 徐州 淮安等地 有旺旺家园 或者旺旺大厦 在湖南 还有旺旺医院 这是一家三甲医院 里面随处可见可爱的旺仔 医院里卖的旺旺食品 也是非常便宜 2020年 疫情爆发后 旺旺不仅捐赠于 3000万元人民币的饮料食品 还主动申请成为 国家疫情定点医院 并在情况最危急的医院 派出了16名医护人员 去湖北武汉进行支援 旺仔还有自己的酒店 里面随处可见旺仔标志 整个集团设计 还涉及到养老 电节水 农业养殖 畜牧业产业 旺旺集团 还有他们的专属公务飞机 蔡衍明交棒给了二公子后 旺旺也有了新的活力 办起了潮牌 还推出了盲盒 为了庆祝旺旺60周年 旺旺集团还准备 打造一个旺旺博物馆 蔡衍明有个很出名的说法 伟大的大陆市场 成就了旺旺 深耕大陆市场 对旺旺来说 是重要的战略抉择 更是成功的基石 而旺旺这个品牌 和它的故事 也陪伴了一代 大陆消费者的成长 这大概就是 品牌与市场的良性共生吧 旺旺能成为回忆沙 其中必然有超越口味 和营销之上的因素 对于旺旺来说 大陆远不只是一个市场而已 中国人的秉性中 不只有温良 也有不折不弯的刚性 面对分裂势力和外部强权 没有不妥协 不让步 坚决斗争 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有些情怀 精致力己的 逆向民族主义者 是不懂的 去年此时 美心大小姐五淑青 被港媒追问 是否因为爱国言论 影响美心生意而后悔 五淑青连个眼神都没给 多可笑的问题 此心堂堂正正 何悔之有 只有那些汉奸走狗 才数着钢笨 反复盘算自己是亏了还是赚了 真正是下重不可语兵 况且 正如美心五淑青所表达的 爱国不是算计 而是灵魂中 不可抑制的热血 往往与战争年代的爱国华侨 建国初期的香港巨头 又有什么区别呢 深随离岸 心在中国 那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比起宣传 未浓烈的日本援助 这才是真正的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不论是一代当家蔡衍明 还是二代目 天赋异禀的 纯纯搞笑男总裁蔡旺家 他们都明确地在表达 有国才有家 并且这位搞笑总裁 在紧跟时事上 阴阳挂记上堪称第一名 上个月28号 在美方放出佩洛西 要访台的消息后 他默默发出了一条 老巫婆的图片内涵 当8月2号 佩洛西真的来了之后 他又发了 农历七月鬼开门 中原普渡要拜拜 当一些网友 还要抵制台启的时候 万万官微 立刻发布求生欲 满满的小作文 表示我私事好抬起 不幸看看我们二公子的表态 看到这不禁想冲进商场 再来加购几代 茫茫大礼包 毕竟要过年了 大鬼小鬼都要安抚到位啊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